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欢迎再次收看股市应超级 那今天这个行情呢 各位 指数要稍微震荡一下 那我想到底有没有问题 这是你今天比较疑惑的一个想法 因为你看到了外资在整个期货的未平仓 又来到十万多孔 那这一次呢 跟前面两次有什么不一样 前面的这边呢 外资呢 期货未平仓四万多口之后股市是崩跌 有没有 这一段大家心有余悸 那这边来讲又到四万多口又跌了快一千点 对不对 但是你会发现就是说 这一次下来的过程里面 主要是碰到什么 日元套利交易的平仓嘛 所以它跌比较深 这一次再跌 我讲它很快把它补掉 所以我说它也不是真的去看空 那现阶段呢 这个地方外资为什么又要布空单 这是很多人比较担心的一点 不过我觉得你去看一下 这整个挥达的股价 挥达的股价目前看起来 感觉起来要准备过前高的一种味道 所以这一次我个人认为 外资呢纯粹 纯粹认为说 可能入股会有些吸睛的一个作用 然后呢让整个资金都往入股走 那对于台股来讲 后市的发展会比较看悲观一点 但是这个如意算盘 你看到就是说 整个汇率的部分 你看到就是说 它的确感觉起来有把钱汇出去 对不对 因为最近在贬值 那重点是什么 重点是你整个 上阵入股要继续涨 可是今天入股你看看 开高之后 然后就灌下来 据说啊 这个很多00后 90后啊 在11长假期间 一直在开户 那00后大概是 他们的00后是2000年后 2000年后 大概今年就23 24岁吧 90后大概就34 34岁左右 那这些人呢 在 在放假期间一直在开户 那一开盘呢 他就很兴奋了 那我想很多就怎么样 就变韭菜了 所以我想股市没有各位想的那么简单 短线上涨涨了这样之后 打仗的时候 就是低牌人喊冲啊 大家就一直开始往前冲 那后面跟的人就越来越多 一起往前冲 那你冲到最后 你发现 敌人是顽强对抵抗的时候 那就会前面有人会想要后退 那你前面人要后退 后面人要前进 就会产生所谓的混乱 所以这样子一个前进 跟后退的情况之下 他的队形就没有办法继续往前冲 那就会陷入什么 就会陷入所谓的震荡 你如果一直涨 就一堆人想说 反正买就会赚钱 买就会赚钱 对我今天买进去 明天这个 眼睛打开 开盘我就可以数钞票 但是如果你到后面 你发现不是这么一回事的时候 会有一些人会怕 他原本要买的 不买的 对不对 有些人不买的 不买你觉得要怎么推 所以一旦 我跟各位讲 我说一旦出现震荡的情况之下 那入股的行情就会比较焦灼 没有错吧 我想非凡三页台 跟非凡新闻台 也有很多记者朋友来问我 那我想我给各位答案都一样 我说入股短线会涨 但是你中长线角度来看的话 你必须要回归到什么 回归到整个中国经济的一个基本面 那现在中国经济基本面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就是外部压力的打压 你美国还是在持续的打压中国 所以如果这个地方的力道 还是维持住很强的话 那你中国整个内循环经济 有没有办法起得来 这是一个关键 就算起来了 它就是稳 你说要突飞猛进 那就要必须怎么样 要外部经济打压要消失 对不对 那如果只是内部稳住的话 中国经济有基本盘 但是要突飞猛进 那就要看外部怎么去做一个消你的动作 但截至目前看起来 美国应该在整个科技上来讲的话 它不会让步 对不对 所以短线我讲的路股会涨 涨完之后呢 一个大震荡出来之后 我想情况就会扭转了 所以这次外资你说 这个为什么要空单步那么多 我想也是在做一个避险的一个动作 因为你看今天印度股市 印度股市好像也是被外资倒出来 因为很多人觉得说 钱要转去中国大陆了 所以如果台湾的思考 外资思考逻辑也是这样 就是我把台股卖掉 台湾的股票卖掉 我要去买大陆的股票的话 那他一卖 只是会下来嘛 所以怎么办 他就是要先做一个 期货套利的动作嘛 对吧 所以如果是这样看的话 我觉得这一次的吃完口的空单 也没有大家想象那么严重 那另外一个避险的原因在哪里 在以色列要强力反击 那这个事情呢 要怎么去做判断 我想卡在一个什么 美国要总统大选 所以如果现在以色列 去把伊朗的石油设施给他炸掉 那油价会不会涨 油价会涨 所以昨天油价 布兰特原油你看一下 他已经冲破了八字头 那我讲82块是一个警戒线嘛 所以很接近的情况之下 外资一定要有一些避险的动作 一个是套利 一个是怎么样 一个是避险 所以两个需求情况之下 你会按空单就增加了 所以这一次的增加 我觉得情况 没有大家所想象那么严重 上一次增加 我还提醒各位会拉回来 对不对 所以我说9月都反复打底嘛 一旦过了警线 我讲这个就是怎么样 这个你就毫无悬念了 你不要去管短线的震荡 因为趋势很明确 他就要走另外一个多头了嘛 我看法我都没改变了 所以这部行情 我觉得会做到11月底 都会很顺 懂我意思吗 行情的规划 我已经跟你讲 8月9月就是打底期嘛 要打什么 打双脚嘛 10月 警线一突破就走长多 会走到哪里 美国选举之后 因为以历史经验来看 美国总统大选之后 股市还有行情 对不对 那我刚刚讲的伊朗 以色列 你说要炸伊朗的石油设施 美国应该也不太可能 会让他这么做 因为如果是照以前的那种个性 就是伊朗你又设了200枚飞弹 以色列应该是 5天之内会回击 现在为什么没有 第一个黎巴嫩那个地方 战况焦着 没有想象中那么好处理 以色列都觉得黎巴嫩很烂 打一打这个可能就节节败退 但是现在黎巴嫩的 反看力道是蛮强的 所以这个第一个他抽不了身 所以他没有办法再去开第二个战线 另外一个问题是怎么样 美国我想要总统大选 他不会让通膨起来 因为你这个石油设施一炸油价起来 通膨就起来 所以他会把它压着 你不要乱动作 那最有可能怎么样 把军事设施炸一炸 那军事设施炸一炸会被炸 所谓的这个核设施 我想这个也不是美国所乐见的这个事情 所以美国现在在居中 扮演非常重要的一个二子的角色 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事态 不会再进一步的扩到很大 他会一定会反击 但这个反击来讲的话 毕竟以色列这一次也没有什么损伤 所以他反击来讲的话 我觉得不会处理到那么严重 什么炸核设施 把这个油的部分设备炸一炸 因为这个不是美国所乐见的 所以这一次我个人目前的评估 你说有没有可能炸 当然有可能会炸 但是截至目前我用这种 比较理性客观的分析来看的话 这种发生很大 在意外之外的这个 意料之外的这个冲突 我觉得是几率比较低 所以这一次的空单 我觉得没有大家所想象中那么严重 所以你说这个布的4万多要再跌下来 没有 我个人认为 现阶段的整个 美国的部分 11月份才决定要不要再降息 所以这个一定会有空栓期 所以这个空栓期里面会有一些很多的 利多利空 他一定会怎么样 焦杂 那这个都是正常的现象 所以指数的部分 你要清晰怎么样 他是呈现一个胶着慢慢涨 如果涨太快 你说台积电一下上来 对不对 台积电一下上来涨完了嘛 所以让台积电慢慢涨就好了 对不对 台积电慢慢涨 涨上去创新高 也会有 因为你看到台积电ADR 台积电ADR昨天美股跌了 台积电ADR还是涨的 所以今天台股 你说台积电压在这个地方 我就觉得不太合理 那果然尾盘是翻红的 对不对 这才合理啊 那后面有机会 有机会 为什么 因为一旦这个 灰达的股价冲上去的时候 过新高的时候 台积电股价就上来了 那你说为什么会创新高 因为GP200要来了 宏凯科技 你看看有没有亮点 宏凯科技没有亮点 所以股价你看看哦 股价是不是这边冲到 199后就下来 没那么快啊 好不好 200以上他会慢慢来 到明年可能会到300 他也是慢慢来 慢慢走的一个走势嘛 所以我说在这个交易过程里面 盘不稳 我们做大型的 因为大型的未来会涨 所以这个要稳健 对不对 那有赚到钱 那这样就好了 那你这整个资金要出现 比较大幅度的增长 我想还是要看什么 看中好型个股 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一直跟各位讲要注意什么 如果GP200会起来的话 散热里面的股票呢 那一定会有机会嘛 所以你看今天双红股价 有没有 这几天涨很多中概的时候 我还是没有放弃他 你看看哦 这边我放大一点给你看 这一天涨上来的时候 我跟各位讲 你一定没有双红的 但我们还有 对不对 你可能杀出去 但是我节目上我没有放弃 你跟着我做的 你相信我 你认同我的 我讲了股票 我不会随随便便放弃 有的时候因为大环境的影响 造成他股价的破坏 我讲难免的 但是一档股票 他的公司没有问题的情况之下 我讲你要给他点时间 他最后一定会 通通帮你涨回来 所以这个股票 我认为啦 你买来850的 买来800的 780 760 750的 我想很快 接下来你都可以看得到 因为这形态已经很明确了吧 有没有 我从他打第一只脚的时候 就跟你讲要特别注意 拉回来 我跟各位讲还是要注意 有没有 我说GP200 未来会涨超过200块钱的股票 是不是双红 从546这个地方涨上来 涨上来今天732了 各位 如果746就超过200了 对不对 没有错吧 前面买比较高的 我说没关系 我们再慢慢把它买上来 对不对 为什么敢买 我讲了 各位你去注意一下 整个国际上的另外一家 散热公司 叫做什么 叫我们TIF 我今天这个资料字卡没有带到 没有关系 我跟各位讲 你去看一下 对不对 VER TIV 他就是什么 就是国际上很有名的一家 做资料中心散热的公司 那我说他股价 如果跟双红做比较 来比拟的话 前一波的高点 一样跟双红是落在5月份 这个地方 因为当时双红会那么强 就是怎么样 就是VALTIV一直涨 对不对 所以大家有想象的题材 那现阶段呢 国际大厂的 国际散热大厂的股价 他已经来到这里了 他已经要准备过965了 你知道吗 但是双红现在股价还多少 还在700多 对不对 今天多少 今天最高732 965 代表什么意思 这还有200多块 会不会过 我讲的国际大厂 都已经过了 而且他的线型 你去看一下线型 他的W 跟双红的W 长得很像 他的高点位置区 时间轴 跟双红的时间轴 几乎是一模一样 那现在国际大厂 散热大厂都已经过去了 那双红还没过去 所以还有没有空间 我跟各位讲 绝对有空间 我做一档股票 我很有耐性 我想你看我节目 你也知道 我对我的执着 我没有放弃掉他 对不对 或许当初买的时候 不如意 因为遇到崩盘 那你看 你会发现到 你跟着我一路加加加加加加上来的 现在全部倒赚了 有没有 是不是全部倒赚了 不用过高 各位 这个地方 就已经全部倒赚了 为什么 因为低人敢加 你如果要走GP200是个题材 我给你散热一定会起来 我给你散热今年 才是元年 第四季才是元年的刚刚开始 起头而已 你有看到那个竹笋在生长吧 他从土里刚刚冒出那个头而已 他接下来会很快的速度变成一个竹子 会不会 对不对 你看国际散热大弹都这样子涨了嘛 所以我说这个地方一定会有机会 所以盘面上你会发现 他涨来涨去就是这些题材 轮着涨 对不对 今天比较强势就是双膝嘛 一个是CHOAS 一个是CPU CPU里面来讲的话 我跟各位讲 上个礼拜二的盘中 连线的时候 我跟你讲说 连光通一定要特别注意 你看今天连光通还创新高 创新高拉回来这么正常 很合理啊 但是你看他同族群 礼拜二在这里 对不对 那今天是不是创高后拉回来 同族群里面 3363的上全 昨天涨停满 今天继续涨停 疯掉了 没有什么获利的股票 但就是那么会涨 对不对 4977的中达KY 股价那委派拉起来 所以CPU来讲的话 他有题材 再来呢 在什么 在COAS的部分 在整个COAS里面来讲的话 我讲了 对不对 要注意什么 星云 你看到礼拜五的袋子 我今天这个字卡 还是没有印出来 这公司印表机是有点问题的 那 我本来想要请那个 助理传给我 然后我再印出来 用手机的方式给各位看 但是 后来还是糊掉 没关系 我后面我在补籍 你看10月4号 非凡三夜台的画面 你去看一下这个 这个当时我在几分讲的 这个看起来应该是13分40 13分 反正中间位置去 我没有办法会把印出来给各位看 当时没什么涨 我跟你讲 星云要涨 昨天星云涨0百 对不对 那今天的星云呢 来你看看今天星云是不是继续涨 对吧 那如果我跟各位讲 如果星云他会有办法涨的话 那你要注意什么 你就是要注意6207的雷科 对不对 那今天股价83.9 我想你跟着我做的 应该没有人有赔钱的问题吧 这行径过程中 有没有送你两次关键的价位 第一次 最早那次我就不用讲了 30几块涨到89块这一段 我就不用讲了 好不好 拉回来 这个点位 我们跟各位讲 要注意 对不对 我给你盖牌 做字卡送给你 那是不是涨上来了 再拉回来这个阶段 我没跟你讲 这个要摆得第二 有没有 我说一样是什么 雷射砖孔的吗 摆得100多块 8027的 泰森100多块 那我说了雷科怎么样 雷科80块钱不到 那今天最高价是八几块了 今天83.9嘛 有没有 一度还供上去 那当充客把它充烂掉了嘛 但至少你跟着我做 各位有没有赚钱 你不会赔钱吗 你绝对是赚钱的 有没有 所以我说这个行情里面 还有很多好的题材 好的个股是没有涨到的 我们接下来绝对有机会 双红我跟你讲多久了 有没有 现阶段来讲的话 很快哦 半年线涨上去的时候 形势就不一样了 对不对 现阶段 短期均线 五日均线 半年线 准备要黄金交叉 这就是怎么样 这就是一个大波段要开始了 所以双红我讲 你慢慢看哦 美超围已经跟你讲了 昨天美超围涨多少 涨15%呢 对不对 为什么会突然涨15% 因为美超围对外公布说 如果从一个季度的角度来看的话 我的这个 艺人式的GPU 我已经出了10万台了 这只是刚刚开始而已 你懂我这只是刚刚开始而已 台积类的COAS产能 今年只有30万片 2026年要102万片 你看看这个要制造出多少 多少的这个 AI晶片 对不对 那这个AI 目前来讲 这些AI晶片又要做什么 绝对做AI伺服器 所以有多少 AI晶片的需求 就有多少 散热的需求 懂我意思吗 你手机要散热啊 你电脑要散热 对不对 你AI伺服器要散热 你未来要发展 所谓的AI机器人 机械人要不要散热 机械人也要散热 所以散热 我跟各位讲 位阶低 就是很大的一个利多 因为你到最后你会发现 资金把CPU炒了一轮之后 把COAS炒了一轮之后 有没有赚到钱 有人赚到钱 那他们会怎么做 他们你炒位阶低的个股 再把它炒一次起来 懂我意思吗 所以你现在如果说不想去追那种 涨到天上去的CPU 涨到天上去的COAS 没有关系不要追 去注意什么 注意接下来产业趋势还是向上的 位置还在低档的 那我想的散热绝对是一个好的方向 所以我讲的 勤贼先勤王 要先做先做指标股 双红 齐红 有没有机会 都有机会 这个如果一旦拉起来情况之下 我跟讲很多散热都会被带起来 立志这边上来之后又稍微压回来一点 随时都有机会再上来 所以散热元年这个趋势上看起来没有任何改变 所以如果说现在已经告诉你了 我的水冷GPU开始出货了 未来我跟讲只会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的情况之下 对于水冷版的需求 就会大增 美超围的水冷版 哪家做的 就是双红 懂我意思吗 就是双红 对不对 所以我说后面有没有机会 绝对有机会 你慢慢看 所以双红今天股价呢 732块 你看看 从这个阶段 488 到这个547 这个过程里面 你看这个过程里面 没有每天涨停 只有这一天有碰到涨停板 但是你会发现不知不觉 这一段 547 涨到多少 涨到732 各位这多少钱 这一块200块 快200块 一张而已20万 20张你差了400多万 有没有 没有错吧 我每天跟你讲 涨也讲 蝶也讲 你有没有赚得到钱 好 那这个已经上来了 如果你觉得涨了200块 你不太敢追的 敢追的你就用力买 不敢追的根本也没有关系 注意这个地方 新的CPU概念股 你参考一下 好不好 新的散热概念股 跟机壳有关的 这一档 特别注意 还有一家是我昨天 我跟各位盖牌的这家公司 今天中盖的题材 不是说很好 所以它股价被打压了一下 但是我讲没有关系 我昨天会挑它的原因 就在说我们要多元 懂我意思吗 就是说你这个就算不行 但这个会起来就好了 这个会起来就好了 对不对 那如果这个起来 那当然乐观起什么 那这个今天不行 虽然它股价稍微压抑 但不代表结束 这档股票名字里面有一个雷子 我就讲一个简单的逻辑 他A100 H100 散热机构件 都已经出给回答 对不对 那接下来 Blackwell 跟他有没有什么关系 他准备要出B100 两个B100变B200 再加个GRACE晶片 就变成GB200 所以一个GB200 需要有四个B100 所以他的一个散热机构 已经怎么样 已经完全打入到了 回答供应链 所以他从A100 H100到B100 全部都有 这一家他所转投资的子公司 今年对他的获利贡献 会超过三成 你像你看 AI占比 能够超过三成的公司 股价都是吓吓叫 所以这家公司 我觉得还有机会 一定要跟着来 好不好 那这家 这家公司 你已经买好的 各位 你要做新的话 新的CPU 新的散热概念股 这两档 你拿回去参考 今天留言加二 双新概念股 好不好 双新概念股 新的CPU 新的散热概念股 这两档 送给大家 留言加二加电话就对了 跟着我一起来布局 我们休息一下 带回来 欢迎再回到节目的现场 各位 这个行情 股票 还有很多 是有机会的 这我想我也跟你讲了很久 你不要看他现在没有涨 对不对 我讲后面会涨 那你看今天雷克是不想上来的 近期新高价 应该没有人赔钱吧 对不对 我跟你讲 双红 今天有没有新高价 今天732咯 我想这股票要涨很快 你不要看他每天这样2%2% 涨个2% 跌个1% 对不对 我想突然之间 又拉一根长红 可能又是10%以上 那一回头看 你会发现到 哇 就是一两百块的空间 对不对 因为他一涨 他可能一涨 就70几块 80几块 对吧 所以说很好 很好 很好 做 很好赚 这一波 一路上来 各位 这已经快两百块 你知道吗 对不对 我跟你开牌之后 我说这种股票会涨两百块 至少两百起跳 是不是 慢慢又实现了 所以今天的双红 再创短高 各位 你要做CPO的 你要做散热的 我有新的两档股票 留言加二就对了 加二加联络电话 这两档 跟着一起来 祝大家操作顺利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